歡迎收看DV小節目23集 我是DV大羅 這一次呢 在四五月份的時候呢 DV跟公益團體善根365共同的舉辦 高中籃球班級爭霸戰的活動 那分別呢 在台北 台中 台南 高雄 四個地方呢 熱烈開打 那這邊也要謝謝所有呢 所有高中生的熱情參與 你們表現得都非常的棒 哈哈 那我們四個場次呢 我們分別呢 都有剪出呢 非常好看的影片highline 那但是 欸 你們有看過嗎 該不會都沒看過吧 好 沒關係 DV也懂懶人包這回事 馬上呢 要給大家看的就是我們 DV Cross 山根365 高中籃球班級爭霸戰的 各場次的精彩highline 請看 MING PAO TRO by bwd6 覺得喜歡嗎 喜歡不喜歡 喜歡不是啊 是不是很喜歡自己帥氣的畫面被剪進這個影片裡面呢 是不是覺得帥氣無比喜歡 好啦 沒有 反正這一次呢 我們高中班級籃球爭霸戰了 200多隻球隊呢 角逐自己的尬頭 那每個區域呢 都打出了一個冠軍 那總共4地的冠軍呢 我們DB籃球部落跟扇跟三六團隊 都會帶著這4隻冠軍隊友去在各地呢 做一些公益性的服務 這樣子 所以這次活動真的是非常具有意義啦 那接下來呢 要跟大家特別介紹的是呢 在200多隻球隊當中呢 DB特別在台北場採訪到的一隻球隊 絕對是真心啦 真心介紹啊 這隻球隊呢 來自基隆海市 那他們的球衣呢 非常具有他們自己 球隊裡面的一些小故事的意義 那馬上來看一下這一段 My Jersey My Story的採訪影片吧 年初的時候 就是很一般正常的上課時間 然後就是他沒有來學校 我們也不以為異 我們也沒有多想什麼 我們就覺得 他只是遲到 不然就是教課 他一定不來 結果 等到午休的時候 老師一進教室 我就覺得不對勁了 然後老師一開口 就哭了 然後 也就是跟大家講說 威方過世了 然後 就整個 當時整個 那段時間 不只那天 就是那段時間 整個班級的氣氛都很凝重 就是 因為大家都真的很意外 也沒有想到他會選擇 他會這樣子走 就是真的 太意外了 其實他是 從外表 表面上看起來 他是很開朗 很大方 就是 感覺就是他沒有壓力 他每天都過著不悠無樂的 可是其實他私底下 或許他有很多我們大家都不知道的事情 就是他 很多事情他 他其實也不會太跟人家透露他自己的事是什麼 每天 上學的時候 到學校就在一起 然後放學才分開 然後 上課都在玩 然後 做一些 很奇怪的事 然後 打打球 就是 運動吧 改變最大就是 上課就很安靜了 就是 在學校的時間都很安靜 然後 在班上 那段時間 大家也都 話也變少 就是 整個就是很凝重 大家也不 也不會去多講什麼 就是 大家都很沈默這樣 當時 又看到DV 然後我就 想說這款應該蠻適合的 當初我在設 就是 設計樣式的時候 我就是 原本是打算把成為方 當作是球員姓名放在後面 可是後來 我跟另外一個同學跟我提議說 不如 把他放在胸口 對名的部分 當作是 放在心上 問他 欸 好主意 然後我就開始講 那 背面球員姓名要放什麼 我就 突然一個 想到 然後想到 那就放 RIP 就當他 就當他安息這樣 還是會想念他 對啊 就是穿這套球衣的時候 會讓我會想到 之前我們一起打球的那個感覺 對 所以每次在打球 常常這張衣服的時候 是真的有 想念他 第一個念的就是想念他 我覺得 穿這套球衣等於是 是對我們是一種力量 是一種寄託 永遠在我們心上的那樣 而 DV 在採訪的過程當中呢 也聽到了以下這段話 他們說 因為他的幽默 因為他的神經 因為他的獨特 他是陳薇芳 他是基隆海市的一份子 那也非常謝謝基隆海市的同學們呢 願意跟 DV 分享他們的球衣故事 那 轉換一下心情 之後呢 我們 DV 也會陸陸續續 找尋到大家 屬於你們自己的球衣故事 跟大家來做介紹 因為什麼呢 My Jersey My Story 好 轉換一下心情 馬上呢 上週說什麼 要送出這一件奔馬迷彩的球衣 沒錯 這一次的得獎者就是 登登 同學 就是你 別懷疑 趕快跟 不用跟我們聯絡 因為 DV 會親自有專員呢 跟你聯絡 那導致到你之後呢 趕快跟我們的專員做回復 就可以得到 嘿嘿嘿 一整組的 奔馬迷彩的禮物 就要送給你囉 好 那這邊呢 這一集呢 也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這邊要跟大家講一下 如果想要接收到 DV 籃球部的最新的籃球資訊 或者是呢 你也想得到好康的話呢 趕快這邊 訂閱我們 DV 籃球部的頻道 輕輕點一下 讓你什麼都可以迅速的接收到 那下禮拜五 每週五的晚上十點 DV 小節目 還有DV大樓 跟你在這邊 相見啦 掰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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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